大家好,我是耳科赵医生 现在是2020年的3月16日 我们继续耳内镜,外耳道疾病的操作视频 因为现在我们疫情还没有结束 虽然说国内大部分情况控制的很好 但是还没有能够达到我们医院自己的耳皮疙瘩科开诊的条件 所以我们医院的耳皮疙瘩科还处于一个停诊的状态 北京地区有开诊的不太多 同仁医院肯定是在开 有一部分医院是在开 但我们医院因为具体的因素情况不同 医院还没有批准我们开诊 所以现在还是一个对既往视频的回顾 既往视频的回顾 2018年4月份 这个呢是一个如果说非常熟悉的朋友应该就能够看出来 这个东西有点怪啊 或者有些朋友如果记性好的话还能记得住 前年4月份发过这个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单指流 外观上看肉眼上看 就是普通的叮咛 形态上和叮咛没什么区别 但是有一点不同的在哪 如果是叮咛 在外耳道没有完全堵塞的情况下 应该是很容易就拿得出来 很容易就取出来 它不会说质地有多么的坚硬啊 即便是就有 它因为没有完全堵塞的话 应该很容易就取出来 但是这种啊 只是部分的阻塞 在清理过程当中啊 很困难的时候 就往往是有问题了 这个硬度质地是超过了 普通的叮咛叮咛色的这个硬度 而且在里边卡的这个程度是非常的紧 这个明显就跟普通的叮咛叮色是不一样了 最早的时候啊 最早的时候遇到的时候 还觉得很奇怪啊 就是这个玩意儿也没堵满 怎么弄起来这么费劲呢 然后弄到后边才发现 然后后边遇到的多了啊 基本上上去这个勾支勾两下 大概心里就有数了 这些东西不是不是什么普通的叮咛啊 就是勾出来就可以看到后边 中耳的是有破坏的 后方的这个绝花层 已经逐步的可以看出来了 对外侧啊 还是一些叮咛成分类似的组织 但是里边明显就不一样了 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会不会跟性别有关 我印象当中这种女性特别多 男性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很少 应该是也是也有遇到过 但是我的个人感觉 也没有做过一个详细的统计 以后把这样的病例都详细的资料记下来 因为很多有时候从外地过来的 看过以后以后再复查就很难 虽然说我当时把 我认为该说到的情况都讲了 因为这个上故事胆指流 包括这种特殊类型胆指流 是需要还需要后续做CT啊 有的患者当时就做了 有些患者是决定回当地再去做 因为这牵扯后续要不要把这个中耳切开 进一步清理中耳 因为有一些人就可以通过外耳道 就清除的比较干净了 后续可以补手术 那有些人你清除的只是叫火山一角吧 他的中耳还有这个火山的根在里头 需要做这个显微镜下的这种 开放式的这种中耳手术 这就不能做内镜的这种手术了 内镜对于中耳来讲是内镜的一个弱点 做中骨史上骨史还绵绵强强 有时候能够使用一下 一旦这个胆指流突破 像进入到乳突啊 包括一些后骨史啊 一些区域 这个是这个就是耳内镜的一个弱点 强行操作的话很容易出危险 最外侧啊是一个普通的钉铭样的结构啊 最内侧已经有这种啊 叫角化层 真珠层的这种表现 我遇到过几个定期来复查的 能够坚持看的 包括CT也复查过 短期内观察了两年到最长呢 应该是没超过三年吧 每年就定期清理 中耳里也没有再次出现啊 有部分病例就可以维持现状 仅靠耳内镜清理就可以 有的病例是明确不行 CT上后面 这个大面积范围啊 这个山谷史外侧臂已经被破坏啊 听估有暴露 这个病例是杭州的 后来我好像就没再见过 因为我的记载 存储的移动硬盘上显示是杭州的病例 但是详细信息没有存 这是一个啊 山谷史有破坏啊 听估有闲露 后边为了大家对比啊 看一个正常的 好像是不是也是这个人物 记不清了 不是同一个人的 不是同一侧啊 是另外一个人的 另外一侧的耳朵啊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结构啊 外耳道口少量的叮咛碎屑啊 这个是骨膜 这是一种啊 特殊类型的 它是应该叫中耳单指流 这个中耳单指流和外耳道单指流 完全是两个问题 两件事 完全是两件事 这个是一个 这是一个外耳道的单指流 哇 外耳道的单指流 对 因为记录上有啊 所以就直接就说了 呃 在别的地儿处理过啊 在别的地儿处理过 有肉严啊 局部有肉严 然后呢 这种角化组织啊 前期肯定是点误药水泡过的 呃 用药水浸泡冲洗 这个方法肯定是解决不了外耳道单指流的啊 这是很明确一件事情啊 你只说点软了 后期操作可能对医生来讲要 认为是方便一点 实际上对于患者本人来讲 这个外耳道单指流 一旦点药以后啊 会膨胀的很厉害 这个疼痛感 我遇到的最极端的例子 有的人前前后后折腾了一个多月 天天晚上靠吃止疼药 才能睡觉啊 所以我是不主张对外耳道单指流 采用低药的这种方法啊 还有除非就说你大部分已经清理掉了啊 除非就是你大部分已经清理掉了 剩一点碎渣啊 有些边边角角剩一些东西啊 那个点药是可以的啊 如果说整体还没有经过处理的话 完全堵满的这种外耳道单指流 一旦点药 那个极其后边极其难弄 虽然可能有些医生觉得 软了我操作方便 因为硬的时候 这很多东西上去勾啊 病人疼得不行 但是你操作是方便了 病人 这个人好像就是 这个人我的记录里好像提到过 这个人应该是疼得不轻 其实这种病例 病人也会觉得很疑惑 我之前去医院看的时候 医生跟我说没什么事 回家点点药过两天冲了就完了 但是为什么折腾了好长时间 本来不疼 点完药水 巨疼无比 就这种情况啊 所以我个人习惯 包括叮叮叮色 我都不愿意点药 都直接清理 然后后期就发现 绝大多数都行 需要药水浸泡的人是少数 成年人啊 我说的是成年人 儿童是另外一件事 儿童的叮叮叮色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处理原则不能跟成人是一样啊 这个后臂已经刺激出一个很大块的这种肉牙 这个人是 这是他的右侧的耳朵啊 这是他的右侧的耳朵 哎 看这个已经完全嵌到骨骼里了 这是从骨头里剔出来的 或者说 说嵌吧 其实只是一个外观啊 他更多的是因为这东西膨胀以后 长期的膨胀 这个单子流的形成是以年为单位啊 而且有可能几年作为单位来 逐渐生长的 在早期没完全堵满之前 毫无察觉 患者本人会毫无察觉 他不影响他的日常言语交流 很多人听到这里无法理解 我因为视频时间短 也就不再多过多的解释了 这些人往往日常没有任何症状 等到他去 因为某些 因为比方说有的人是体检 体检的时候 医生说 哎呦 你这里头脏能力太多了 耳屎多了 去找医生清理一下 有些人是无意当中 拿面签捅 这里头怎么是满的 或者有的人觉得 这个耳朵比较闷 堵 不舒服 这仅仅是这个 他日常说话 他根本察觉不到 这个就是人体的一个奇妙的地方所在 具体什么原理 我就不在这里过多的说了 因为时间不够 时间不够 好 这个已经把大块的勾成 这个比较血腥啊 因为这个外耳道胆子流对于对于外耳道的破坏程度很重啊 这个还算是轻的 这个已经算轻的了 他点药的话 确实这个质地变松 我处理起来要相对的啊 可能要操作上有一定的便利 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讲这种炮到这种程度 那个疼痛后面太血腥了 我就不掩饰了 然后这个人是同一侧的 他的左耳 这个左耳好像不是我清理的 他可能在当地先处理过 处理完以后恢复的这个样子 他右侧后期也是这个样子啊 因为但没在复诊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多余 既然就通过 一轿 扭 这么 PRES订 事实准、于是 orter 稍后